Hello 大家好 今天已經是2021年的年尾 再過多一個星期左右 就是新一年了 2022年 但是我以前做新聞的時候 每一年的年尾都會做大事回顧 我當然我現在很久沒有做 但我今天又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2021年有一個很特別的風氣 就是在大陸打偶像 打偶像是打到你氣都沒有扔頭 尤其是最近王力雲的事件 中國富聯那些已經出來了 已經掛這個人 你不要以為長得漂亮就是擋箭牌 你不要以為明星可以亂來 當然他肯定沒有運行 不過其實這只是一個juicy一單 但你會看大陸現在整個文化的政治風氣 基本上各行各業 你越賺得多錢的行業 就越被人打得金 然後你越出名的人 就打得更加金 就是洗米華 然後馬雲 滴滴 教育 基本上你越賺錢的行業 就越金 更加偶像 不用說了 基本上大陸所有 那時候是獨佈天下 一個人可以叫 拍一套戲可以有幾億的片酬 那些星趙美 吳亦凡 李雲迪 鄭爽 王力雲 這些全部都死了 基本上是 所以現在這個世代 這個風到底要捲多久 其實沒人知道 我覺得大家最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 就是低低調調平平安安 就是你做得很勤力 是對的 不躺平勤力 但是如果你變成第一 其實都很危險 最安全的就是 B第三第四 第二都窄窄的 B第三第四 就是 還可以安全一下 吃一口 這個安樂飯 其餘就真的很難說 但是今年 2021年 你看見 所有龍頭行業都被打 但是娛樂圈其實真的幾汁 因為 一路以來 其實娛樂圈是靠偶像吃飯的 就是靠偶像去吃糊 但是你現在看到 這個偶像經濟 在大陸是全面崩潰 其實不單是大陸 我相信很快這個風 其實都是影響香港的 所以 王力雲一出事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網民就寫 希望MIRROR那些 乖乖的 千萬不要有什麼事 不然 香港人年最後一個 偶像 或者叫做 現在 最紅的一個偶像 都沒有了 所以 其實這個風 是怎樣 都會影響 香港 如果你大陸的偶像經濟 全面崩潰的話 那把尺 怎麼會不影響香港呢 現在基本上 所有香港的官員 都是一路向北的 是不是緊貼 大陸的狀況 所以 其實這個很值得去看 你看到今年 娛樂圈 那個是大風暴 就是龍捲風 就是所有 所謂的 塞登藝人 塞登藝人 你隨口都拿了幾個 吳亦凡 又吸毒 又有強姦 疑似強姦 正爽 墮胎 找了養母 幫他生嬰兒 然後 嬰兒還沒出生 就說不要 要打胎 還有這個 李雲迪 李雲迪 其實我覺得 這麼多人裡面 其實我是最同情他的 因為其實他畢竟是一個天才 真是一個天才 真是一個天才 你知不知道 我自己也有鶴琴 鶴琴這件事 其實是很艱難的 因為 你畫畫 都還可以 隨心 但是鋼琴 有個譜就很難隨心 你彈得不熟 就是不熟 其實李雲迪 第一個天才 多少人裡面 多少萬人裡面 才有這些天才 但是 後來 最重要的是 他是單身 他也是照記 他又不是吃白黃餐 做完不給錢 你說就衰格 是不是 你照記 又單身 但是也不行 所以我其實 外出這麼多個被打的藝人裡面 其實我最同情是李雲迪 據聞 他現在已經離開了大陸 的確是很難在大陸生存 這樣的環境 他還很年輕 你哪有面子 再走出來 周圍被人指指 但其實他又不是犯什麼 殺人放火的 滔天不能饒樹的大罪 性需要每一個人都有 他沒有一個固定的 女朋友也好 男朋友也好 他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他去付錢 但還是不行的 據聞他已經去了外國生活 如果是的話 都希望他在別的地方 別人沒有那麼認識他的時候 他可以有一個平靜的生活 其實都很可憐 這些事情 另外還有趙薇 趙薇那個是因為他太厲害了 太懂得賺錢 據聞跟一些大財團 據聞是馬雲 這個當然是傳的 不知道 是否幫人做白手套 也不知道 總而言之 打擊趙薇的手法 是高於打擊任何這些藝人 就算是范冰冰 都是去逃稅 都是逃稅 失德 這些 用回打明星的方法去打 但是打趙薇那個 完全是去到 是打一個政治人物的手段去打 趙薇相信都沒有了 沒有了 基本上現在 在大陸的搜尋 你搜尋不到 從此 就是人間消失了 那麼你想下 這個偶像的崩潰 這個偶像經濟的崩潰 你會不會影響娛樂圈 當然是會 整個娛樂圈 最吃虎的 就是偶像經濟 其實現在偶像經濟 它要求你 是什麼呢 要求你是一個清教徒 因為現在在一個新的氣氛底下 新的政治文化氣氛裏面 是不容許你有任何的失德 失德是包括什麼呢 當然這些什麼販毒 強姦 就是找代母去生嬰兒打胎 這些我也是活該的 但是我真的同情李雲迪 因為他還是單身 但是其實好像現在王力宏這些 你自己有一個家庭 你還在外面搞三搞四 都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他是一個清教徒的形式 清教徒的形式 你不要以為生得英俊 你就可以胡作非為 所以在一個清教徒的要求下 到底還有多少人可以輔標這些道德標準 而且你不要忘記 現在是有朝人大媽 全世界有個手機 基本上就可以拍攝 是全民記者 現在是全民監察 好像1984那樣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所以你想一下 你有頭有面 你不要以為現在戴了口罩 只剩下眼睛 是看不到的 其實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去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公開場合 其實我有時候都很懷疑 但是到底戴著口罩 那些人認不認得到我呢 認不認得到的呢 後來我發現 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認得到的 只不過有時候大家 大家可能看到 不想打招呼的時候 就說 是呀你遮著面 我認不得到你 但其實不是的 一定認得到的 所以你想一下 明星就真的化灰也認得你 是不是 那你做了些什麼 你懶哪個女兒入屋 你和哪個男人入屋 那些完美的形象 如果你被發現 有什麼行叉踏錯 其實你被打落 就打得更加金 你跌得更加金 跌得更加痛 就永不翻身 就好像王力雲那樣 就好像李雲迪那樣 吳亦凡那樣 就是鄭爽那樣 就是你越高 你跌得下來 就是越金 就是打得越狠 其實有很多人 也都是有一個心態 除了是 是說你失德之外 譬如像鄭爽那些 我也看不過眼 你有沒有搞錯 跟殺人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那個BB已經承認了 就是七個月那些 你還要去打胎 那這些人 就是不死也沒有用 但是有些人 基本上也是 因為過去眼紅了你這麼久 你憑什麼 又不是比我漂亮 你賺這麼多錢 什麼品牌都賺你 又這樣又那樣 其實有很多眼紅症 也肯定有 尤其是大陸 十幾億人 怎麼會沒有 那你還可以翻身 你死定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在大陸 現在是一個 清教徒式的道德標準 還要加上 人人有壽機 朝陽大媽 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全民監察的情況下 其實有名有姓的人 你真的要好檢點 要不就沒有鬼賺大陸的錢 如果你有一個人 喜歡胡天胡低 其實大家知道 大家心照 其實有很多藝術都有 但事實就是 沒有僥倖的 你譚詠麟也不能僥倖 是不是 譚詠麟以為 不用錢 其實這個世界上 所有不用錢的東西 都是最貴的 你最後都被人拍了一張照 很快就被人拍了 沒有一個毀滅色 我覺得對方是要求錢的 如果你給了錢 那就算了 所以這個傷心牛肉麵 又不再逢譚詠麟了 到底傷心牛肉麵 和那個女生 和這個年輕粉絲 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覺得 大家真的可以去思考 因為你不會知道 傷心牛肉麵 到底真人是誰 其實可能由頭到尾 就是同一個人 拍了照 你還不死 那 給錢 這個世界上 所有東西 都可以拆得點 主要就是 你出手夠不夠闊賊 你出手闊賊 每個人都有個價 你出手闊賊 你就可以解決 很明顯 譚詠麟就被掩蓋了 沒有被他延燒下去了 所以王力雲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最大的問題 都是王力雲自己 最大的問題 都是王力雲自己 首先先說一下 她現在的狀況 中國婦女報 其實是苦亂旗下的媒體 批評她 嚴厲說她失德 因為她太太 張靚雷 名字挺特別 張靚雷 寫了兩篇文 第一篇 就是四千多字的長文 就是說她有多少不堪 這件事我都不再重複 我相信大家最近看不同的YouTube 已經說了很多次 總而言之 苦亂批評 明星身份不是保護傘 你的眼直 你的才華 不是擋箭牌 其實在大陸 中國共產黨之下 其實所有人才 都不是一樣東西 他要打死你又有多難 中國共產黨 其實當初的起家 是一堆知識分子 陳獨秀等人 是起家 但到最後 其實他們最針對的 就是知識分子 所以你別以為 你自己懂兩個字很厲害 對不起 No 你看李雲鼎 這個都是 不可以說百年一個奇才 但也真的不容易 你多少人裡面 有一個蕭邦大賽 贏冠軍的人 打你便打你 所以她說得很對 明星身份不是保護傘 硬直才華 也不是擋箭牌 打你便打你 她說作為明星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一言一行都受到關注 她剛剛最近彭媽媽 還要出來彭麗媛 還要出來穿軍裝 出現 一個公開場合 她都說明星 不要只以為表演 你的私德是很重要 因為你是一個公眾人物的 一個 role model 你做得不好 第一個便打你 王力雲都還可以 這麼沒有政治智慧 在這樣的氣氛環境下 我覺得她老婆 跟她結婚這麼久 十六歲認識她 斷猜她是一個什麼人 你不會不知道吧 你五年幫她生了三個兒子 你跟她都認識了這麼多年 認識了二十年 你沒理由不知道她是什麼人 但問題一定是男方處理得不好 所以你說女生為何要毀滅色 去毀滅她 這個我會再 我們稍後再講 但我會覺得 不可以怪女方去毀滅色 去毀滅這個男人 她做到這件事 她一定是忍了很久 忍無可忍 也都看不到出路 所以她就一拍兩散 真是攬炒 問題是說 那個男人 是你自己的問題 有時候做事 你要疏度 所以都說你任何事情 你死壓下去 她爆起來就更加厲害 像現在這樣 你死壓下去 喂 現在被你壓住 現在香港人都沒什麼 沒有聲音出 如果你不疏到 其實真的會嚇爆 人和社會所有事情都是一樣 你說是不是 先說這個婦聯 婦聯是怎樣批評王力雲 她就說 你要記住 這個開放社會的包容 是可以包容什麼 是可以包容你在藝術文化 音樂上面的多元化 你那個的 即是那種的進取 你那種的發展的新的方向 但是不代表是可以接受你 這個私生活裡面那種的放任無道 還有任意妄為 即是她說對粉絲 對明星的支持 不應該是一味的包容 如果德行不修的人 我們一定要整治她 這個是鐵論來的 所以她說 如果你不整治這些 失德的明星 亦都不會有這個 要撐和長遠的舞台 所以其實不單止是 這個中國婦女報 基本上是大陸所有的官方的媒體 完全一起出來 批評王力雲 包括環球時報 人民日報 中國新聞周刊 我覺得她都是這樣先的 即是沒有的了 她玩完了 因為你要明白 這件事 現在已經不是把你家裡的事 只是當是你家裡的事 家裡的事已經變成一個國家的事 一個國家的行為標準 尤其是剛剛彭媽媽 才出來再說 我們要求所有演藝人士 要有 不可以失德 演藝文化的人 不可以只是Entertainment 不只是追求娛樂無聊 笑 白癡 而是要有精神掃養 要有文化掃養 要有內涵 你想想你這些行為 你就死定了 所以她是死定了 那就沒有了 當然她的朋友 周杰倫 林俊傑那些 即是 尋速切割 所以現在大陸 做藝人士 其實除了她們自己做藝人士 要步步為行之外 其實她們都 即是她們切割 即是她們 割蓆 其實都要 盯得很緊要 即是都要 都要割得很快 要不然就 真是 真是很慘 當然也有很多的女星 跟她牽上關係 就有徐約圈 那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挺喜歡徐約圈 但事實就是 唉 這件事 到底她們之間 有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她們自己才知道 如果你有的話 唉 其實被人唱完之後 即是到處都不用去 去一圈就不回大陸 亦都無法回大陸 但是 回到大陸都不是一個問題 你這樣唱法 你自己還要有家庭 即是到處都不用去 所以 到底是真還是假 不知道 希望她不是真 但如果是的話 都麻煩的 至於我覺得 這個 有些的男士 我看到有幾多些人 即是有些朋友 Whatsapp 有些就留言 就會覺得 哇 那個女人都幾 千萬不要得罪女人 女人恨起來 就恨得很厲害 但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任何人恨到最盡的時候 恨到極點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很厲害 不只是女人 為什麼經常都會說 哇 女人恨到極點的時候 真的很可怕 她會毀滅色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是毀滅色的 那不只是女人 男人不會的嗎 男人都會的 是不是 這件事是平等的 我不會覺得只有女人恨起來 才特別有手段 男人恨起來 都是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從頭到尾 男人處理都不好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我不覺得 她太太 李靚蕾 是不知道 她是一個這樣的人 她一定是知道 但是她知道 但是她的男方 沒有去安撫她的情緒 她還未結婚的時候 已經知道 她花天走地 是不是 到她結婚之後 她依然花天走地 但是如果一個男人懂得做 我覺得 你見 有很多的名流 也有很多老婆 有很多房子女 一個 我曾經聽過一個男人跟我說 一個導演 他跟我說 他回到家 其實你更加要戴面具 你更加要懂得演戲 因為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期望 你如果 你不滿意他的期望 就是家無寧日 即是雞犬不寧 很明顯 這個王力王仔 因為是一個 他很talented 然後他父母 就不斷縱容他 就覺得兒子做什麼 都是對的 他是萬人空巷 每個女孩子 不用錢 都願意扑過去 生日送禮 拿照 他得到太容易 有很多免費餐 他都覺得 你這麼判斷 你這麼判斷 他肯定 當然 他是不理他老婆 結果就是這樣 但我這件事 我就不覺得不怪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 或者那個男人 可以做到這麼盡的時候 其實你要想想 其實相對來說 他承受的痛苦 一定是有這麼大 他才可以 那一鎚打得這麼大 打得你這麼痛 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 搞到他這麼痛的時候 他又怎麼會 這一鎚 就是大家都 頭破血流 其實不會 反過來 我會覺得 王力雲實在 太過沒有政治智慧了 其實男女之間的相處 其實都是一種政治 都是一種政治 你說有沒有這麼誇張 Sharrod 其實是 人和人之間 其實是 沒有什麼 可以大安置義 你不要想 他是我老婆 以後我將他 搓完禁貶都可以 他是我老公 我嫁給他 是我不收蝙蝠 黃臉婆 都可以 這個實際上是沒有的 尤其是 最親密的人 他知道你的事是越多 我不是要你防他 不過我經常覺得 像大利喇嘛講 一句說話是很對的 Wisely Selfish 每一個人都是自私 但你聰明地自私 你令到對方開心 他就回報給你開心 那你就不麻煩了 你要去上天走地 但你一定要安撫你老婆 五年幫你生三個兒子 真的算是這樣 所以王力雲的爸爸說 這個女人貪錢 協妥 去逼婚 喂 第一 你不跟別人上床 別人怎麼會大肚呢 是不是 這件事 怎樣都是 這個男方 這個不會是一個女人 自己可以整大自己的肚 這個男方一定有責任 當你有責任的時候 要不就結婚 要不就不要小孩子 如果大家可以協商到 最後大家結婚的話 你不可以說他帶著肚去迫脅你 還有我真的覺得 五年生三個 是不是迫脅呢 其實五年生三個 雖然我沒有生過兒子 但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有小朋友 其實他們要隔很久才可以再要小朋友 原因是因為每生一個小孩子 其實很傷的 真的很傷的 你明白嗎 所以五年生三個 其實女兒是很傷的 那個心肝脾肺腎都歪了 是很大的 就是BB是吸了媽媽 身上所有營養的精華 所以五年生三個 我就不覺得他是怯土 反過來 我覺得那個男的很想生 那個男的很想要小孩子 所以才五年生三個 這些一定不會是女人想的 因為女人都年輕三十幾 他不需要這麼說 他不需要這麼扯 我深信 站在女人的角度 我覺得五年生三個 不會是女人的意願 一定是男方想要 而那個女生 就是 因為那個男生長大了十年 所以那個女生 是那個男生的想法 所以就做這件事 所以呢 我會覺得 所以由頭到尾 我覺得女方 第一件事 我不覺得他是怯土的 第二件事 他五年生三個 其實已經很清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不會是女生的意願 一定是男方 希望 那個男生還要帶他十年 我記住 所以是那個女生 去 fulfill男生的 expectation 還有那個女生 也不會不知道 那個男生的種種的行為 他不會是今天突然之間 睡醒的時候才發現 你和ABCDE都有染 其實是不會的 他一早就知道 但是我覺得 錯是錯在男方 就是因為 你不會做 你不會安撫 你自己也要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一個代價 他很大是你老婆 但因為我覺得 那個男生太spoiled 因為他紅 美 美 每個人都願意 為他不需要條件付出 他也不習慣為人付出 當然 他完全完全 ignore 這個女生 他老婆的感覺 結果他忍無可忍 他就爆了 所以 恨這件事 不是女人才會恨的 如果說 千萬不要得罪女人 尤其是 不要得罪 讀飽書 和懂得寫字的女人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好錯 懂得寫字 是方便自己的 很明顯 他寫出來的 四千多字的長文 是寫得精彩的 密落 是清晰的 懂得寫字 是方便自己的 起碼我跟你吵架 寫個撞書 我都寫得有條有理 這件事我就最清楚了 就是 過去有些什麼 Litigation 都是我自己寫的 清清楚楚 有理有據的 所以 懂得寫字 有讀過書的女人 其實是 不是因為有讀過書的女人 你不能得罪 其實有沒有讀過書的女人 你都不應該得罪 就是對人 根本就不應該 是這麼 真的這麼Harsh 是不是 尤其是她是你太太的話 只不過你又碰上 她可以自己 有條有理去寫 這個幾千字的文章 她老爸說她 協討之後 她再寫多千幾字的文章 去反擊 那她不需要假授於人 但這個是方便她自己 就是與你無關的 不是因為她懂得寫字 你不能得罪她 其實根本對任何人 都不應該是這樣 兩個人的關係 如果不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其實很難相處 很明顯 就是男方就是這樣 女孩子就是這樣 男人就是大明星 賺錢又多 全世界包括她父母 都無限縱容她 她就在這麼多 女兒就在這裡 不可能一段關係長期是這樣 一段關係長期是這樣 一定是抓到的 一定是爆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些人 千萬不要得罪女人 女人恨起來 真是狠 我是絕對反對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性別歧視的 因為我覺得男和女 如果你去到忍無可忍的時候 爆炸力是一樣這麼大 第二也不是說得罪寫字的女人 是特別嚴重的 會寫字的女人 其實是方便她自己 她一樣 不懂得寫字的女人 一樣可以去搶你 不過她可能要找人代筆 會寫字的女人 就不用找人代筆 可以自己寫 這個其實是 跟她自己有關 是跟你無關 其實跟人之間 就不應該欺負人 如果你欺負人 就是怎樣都差 所以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juicy 我也很想看看這個王力雲怎麼回答 但我覺得她怎麼回答 都沒有用 尤其是在現在的社會 其實在任何社會裡面 我始終會覺得 無論社會怎樣變化 有一件事 我又認同婦聯的說法 就是說 社會的包容 社會的開放 是可以接受 你可能在思想文化上面 一些出雷拔碎的想法 但有一些很傳統的價值觀 其實始終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就是這些狀況 你幫你生了三個 你還不斷出去 每個地方有一個情人 一地一情人 這些東西 就像小豬那些集體運動 其實我都沒有辦法可以接受 我完全都覺得這個是顛覆三觀 就算今天去到 多麼的開放文明 我自己都很女權主義 但我都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 我覺得婚姻都是一夫一妻的 尤其是如果你不能一夫一妻的話 你就不要結婚了 又或者不要緊 你明知道你老公是 或者大家結婚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只能夠共享 不能獨享的話 那這件事 就要確保大家都很清晰 你和我大家都要很清晰 如果不是的話 有一個不清晰 或者有一個猶豫 那件事就一定是攬炒的 所以這個 我相信 其實陸續有來 這個打擊這個娛樂圈 其實現在我都看是剛剛開始 還有香港很多藝術 在大陸賺食 都要提一提他 他自己都要小心 有些其實是有外國護照的 其實我知道 不過我就不說 有些是有外國護照的 有外國護照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又會做一些 很令人出淚拔萃的事情 令人覺得 你這樣也可以 那些這樣的事情 其實都要小心 因為這一個 不只是一個表演事 現在不是一個表演事 現在是一個 政治風刮得很厲害的時間 是刮得很厲害的時間 所以 你越是 經常被人擺出來說 你家庭幾個美滿 父慈子孝 老婆多麼好 多麼恩愛 等等 其實都是低調一點好 我都是勸大家低調一點好 還有你要記住 現在是 朝陽大媽 其實不是只在朝陽 整個中國省市 香港都是全民大媽 因為現在是鼓勵全民監察 鼓勵全民捕寸 所以你不要以為 真的看不到 這個世界上 沒有東西看不到 真的 所以我真的 奉勸 如果很重視 在大陸有很大的市場的朋友 就是你要比清水更加白 就是要比水更加清 比紙更加白 否則 在一個清教徒式的道德標準下 其實出事是遲早的事 好了 那我們今天 這個2021年中國娛樂圈的大事回顧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那我生日一讀書Live見了 拜拜 拜拜